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23 花莲庆端午龙舟竞赛的活动 6月22号 23号两天 将在花莲的驴潭风景区盛大的登场 而在10号 特别由县府秘书长饶中 和花东重谷管理处的处长郭正林 为龙舟进行了点睛的活动 届时也欢迎花莲的乡亲到场 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2023 庆端午 驴玉潭龙舟进度嘉念华 10号上午在寿风香驴玉潭 由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中主持 花东重谷管理处处长郭正林 先议员郑乾隆 林平阳 林正福 寿风香名代表会主席郑美香等多位贵宾 在完成祈福点镜仪式之后 也祈求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因为一起的关系 今天我们有停办了几年的农舟赛 那今年我们疫情缓和下来 我们恢复了几办这次的农舟赛 在我们花莲最美丽 最有水准的一个景点 我们离毯来办这个一年一度的农舟赛 那我想农舟真的是靠团队的合作和协和协调的力量 人家说一个人走得快一对人走得远 那我们农舟是一对人滑得更快走得更远 我想在这里透过今天点光点金的仪式 来寄祝所有参赛的队伍 大家为自己为队伍真的特殊的光荣 那我们离毯这个农舟赛的传统 历史非常的渊源跟保存得非常好 包括除了农舟赛还有一个夏日的农舟 也都很多人来参加 那在这边非常欢迎各代表各机关组队参加 谢谢大家来这边来花莲来旅游 也希望未来能够常常来这边 我们花莲来很多的景点 目前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流程的规划 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个未来的暑假 都能来到我们旅游潭好好地享受美好的生活 今年共有45对参加 为增加赛事精彩度 同时也让更多的乡亲能够参与 因此分为传统龙舟与小型龙舟 借此希望能够全力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在现场也安排了许多精彩活动 有示范教学如何制作传统粽子 有讲真答 美食饗宴区等等 花莲仙政府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参与 记者林杰 收锋箱 采访报道